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呼叫國安基金真的有叫有笑嗎 台北股市今天破底翻了 好 護國神三群終於火山大爆發 台積電聯發科連續兩天沒破底 聯電昨天公布營收 再創新高 今天股價也很強勢 這些護國神三群展開了報復性反彈 那麼股王大力光也好厲害 就一舉攻上了漲停板 加上航運股 金融股都同步的回神 今天台北股市終於一吐悶氣 大漲超過300點 護國神三給人信心 它不跌了 大家信心就回來了嗎 落底確立了嗎 還是要小心可能是一日行情呢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王趙莉 趙莉哥 午安 明君好 同學好 第二位歡迎分析師鄭偉群 偉群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位歡迎分析師鄧尚偉 鄧老師好 明君同學們 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終於落後一點點 但是跟上了V轉秀 強談能不能夠延續到明天 大家都很想知道 國民最想問的是台階電聯電 領軍間大盤的表現超跌股 這一坨很可憐的終於可以出頭天了嗎 尤其看到大立光居然攻到了漲停板 大立光是高價股 高價股噴漲停今天 這個好多檔千金股重新拿回千金寶座 而且多檔是攻到漲停板的 這麼貴的股票都趕漲了 有沒有看到主力回頭的跡象呢 尤其美國股市早就沒在跌了 台股短線轉為為安了嗎 請問趙立老師 電子大軍破底翻 六月營收陸續的出爐 好 網通股表現很強勁 股價還給了強漲的公道 那麼今天就連IC設計也談了 但是要小心哪一些反彈 你可以再多一點點期待 哪一些反彈可能要忍痛賣呢 追問偉群老師 台股真的跌夠了嗎 傳出來國安基金本來下個禮拜一 才要開會 但有媒體獨家爆料 如果台股今天再跌 國安基金要趕快臨時開會 結果沒想到這新聞一出來 今天台北股市盤中就大漲 極拉超過300點 尤其護國神山群 有穩定的跡象了嗎 好 今天三低谷也是都大回神 能夠重新出發再表態嗎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捨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美國股市這兩天表現都相對的強勁 那台北股市在等什麼呢 我們等的V轉秀 終於在今天讓大家等到了 台北股市今天開小溝之後 本來一度的向下翻黑 但是沒有想到在接近10點鐘 指數向上極拉 最多大漲370點 今天中場上漲了350點 收在14336 收復了萬四大關 成交量2569億元 今天在底部終於遇到了一根 很實在的紅K棒 最強的是誰 就是這個之前被打壓的 半導體族群了 包含台積電今天大漲5% 供回五日限收在457塊錢 聯發科也大漲 重回市值的No.3 聯電昨天公布營收 繼續創下新高 這麼好的營收還跌不合理 今天股價也大漲了超過有7% 可惜的是 傳產方面因為受到油價下跌關係 台速四寶依然是比較弱勢的 我想問趙麗老師了 其實我們昨天從很多的指標 告訴大家說 美國股市已經不再破底經穩 但台北股市這多跌這一段 就是信心脆弱不足 那今天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護國神山群不跌了 這一不跌讓市場信心都回來了 台北股市今天是大漲300多點 拉出了一根底部的大紅K 我想問老師 這是底部確立的訊號嗎 還是要不要擔心 有可能會一日行情呢 對 沒錯 我想今天的拉台 其實這一陣子以來 幾乎台股真的非常的弱勢 我們先看今天好了 一開高之後 一開高之後習慣性的 這已經習慣了 天天就是這樣 開高然後就走低 開低也是走低 結果沒想到你看一下 其實過了今天的高點之後 完蛋了 大家突然之間發現 空頭突然之間發現 今天好像怪怪的 跟之前不太一樣 之前還在罷了 又要下來 可是這一次相對常常 你看 拉起來之後 就真的比較平穩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覺得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你以美股來做比較 除了費半 當然有些人都說費半的部分 費半的成分股相對上來講比較小 那可是納斯達的部分來講 尤其納斯達100 它有100檔個股的部分 那我們以費半來講好了 因為最近還破底 那今天有稍微的拉抬 費半其實你自己去算 從高點到現在的抽盤 大概跌不到四成 台積電大概也壞四成 對不對 連馬科也不少 那其他的電子股更多了 我們就不要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很多費半 台股的這一些半導體難道 其實我跟大家不會 因為你看到納斯達那些 其實道瓶挪數2000 其實都已經真的不破底了 好 所以我先講結論 結果我認為 這一段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多疊的 就是因為融資追繳的問題 斷頭的問題等等 因為融資維持率之前 我跟大家報告 接近140就很麻煩 就是你就會很麻煩 然後結果沒想到 它就是用以快速的時間 去做所謂的融資符合的清洗 清洗完之後 其實你試想 美股假如維持在這個地方 我個人覺得這個指數來講 其實往15000點之上 來進行挑戰 應該不會太久 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天天大漲 而是說它基本上來講 它這樣的跌 相對上來講 它的漲也會滿強勢的 不會說 比如說近3退2 不會這麼慢 我覺得稍微速度會快一點點 因為清洗應該算 相對上來講是比較乾淨的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 今天半導體的部分 之前我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大盤真的要穩 半導體要穩 你不能靠其他的 其他的真的不行 那台股的部分來講 還是電子股 半導體 這一些的股票 只要穩了 我相信整個大盤氣勢會更強 那今天的拉台 我相信空方 應該比較不會這麼囂張了 以前非常囂張 反正我就打你就對了 怎麼空怎麼賺 今天開始會有一點點警戒 所以我覺得整個人氣慢慢的 應該會有回流的跡象 好 老師說台北股市 暫時破解了破底的危機 為什麼呢 就連費半也都不再破底了 昨天美國清晨是公布了 FED的7月份的會議記錄 而升息的幅度是符合預期的 要全力對抗通膨 符合市場的預期之後 美國股市的科技股 全部都拉尾盤 那麼國安基金今天也有訊息 剛才講到 反正說下週一要開會 但如果股市繼續大跌的話 不排除今天開會 儘管會有救市18招 要擬出現空力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行為或動作 大家不得而知 可是從今天盤中的拉抬 似乎有一點點這樣的想像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台股最近真的太超跌了 今年以來台股跌了23% 超越了韓國股市 這個禮拜以來台股跌8.2% 也比費半跌的還要重 兩位大咖出來說話了 一位是台灣先生谷月涵 他認為電子本益比有點太誇張 撞低的太可憐了 和網路泡沫比起來 那時候都沒有這麼糟 現在怎麼會點得這麼慘呢 那多頭總司令張錡認為說 你現在不買 年底真的會 因為現在太便宜了 通膨有降溫 台股本益比只剩下10倍 現在買的話 年底有機會來收割 這兩位大咖一喊 台北股市今天就大反彈 但是喊的時機也滿對的 畢竟股市來到相對低點 而且融資也減了滿多的 老師我們從幾個方向來觀察 連費半都不再破底了 美國股市的狀況現在怎麼樣 因為有個地方擔心的是 美元指數還在創新高 就擔心錢還會往美國去 對 沒錯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想美元指數的部分 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說明 其實前一兩天有跟大家講過 那其實費的部分來講 它的會議的一個聲明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起來很陰 可是這個都定價了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來講 其實一開始的跌就是升息通膨 越來越高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真的都定價了 你看到未來的通膨 肯定是越來越低的 對 因為你看到原物料的價格 你看到原油的 這個就 那升息的部分 馬數也越來越少 所以這部分假如 現在還有人在跟你講 升息通膨影響股 我跟你講 那真的是不懂的人 因為這個都定價了 其實利率的部分 是在往下進行 預期的部分 是往下來進行下修 那現在大家擔心的 當然是景氣衰退的問題 那其實就從剛剛 不管谷越寒所提到的 2000年的網路泡沫好了 其實我跟大家 其實前幾天 我也跟大家講過 就這個地方 不太像2000年的網路泡沫 或者是08年的金融海嘯 等一下我再講好了 因為我們 我有那些的圖表 好 來 美元指數 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說真的 美元指數過高 道琼有破底 NASTA有破底 那時候大家都 美元指數過高 怎樣很麻煩 真的沒有麻煩 NASTA反而連續三天 出現上漲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跟他說 你不能平斷一個 何況美元指數跟美股 真的沒有太多的關係 假如你去研究的話 說真的 就像新台幣跟我們的台股 有一些的正關聯 關係真的比較大 大概有八成 大陸股市 我跟你講 人民幣你去看 大陸的股市 我跟你講沒什麼關係 有些是真的沒什麼關係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 做所謂的一個觀察 那好 美元指數 我跟大家講過 當然那時候說美元指數完蛋了 創新高對不對 歐洲很麻煩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 最近還是走弱的 意大利公債殖利 不是也是走弱 對不對 恐慌指數也沒有真的上來 恐懼貪卵指數也沒有真的非常 比特幣也大概維持是這樣好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原物料 對 原物料的部分也是這樣子 我也跟大家講過 原物料一點 大家覺得經濟會大衰退 我一直強調 它是處在歷史的相對的高檔區域 並不是說在低檔區域 對 它假如說今天在低檔 還真的往下再一直破 那真的 我跟他這個很麻煩 這個很麻煩 它都已經在疫情前 我問你 孽價縱使再跌個10% 會很麻煩嗎 不會很麻煩 它這個嘎空 嘎到 衝到10萬對不對 那現在來講還是在歷史的相對的高檔的位置 所以它的跌大家不要那麼的害怕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只有高位 其實跟需求稍微減少 這個是正常 那黃金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 假如真的這麼恐慌的話 其實黃金也會上來 其實也沒有 對 應該大漲還對 沒錯 那我們昨天已經領先告訴大家了 新美國股市開盤之後 其實這個尖牙股的部分 有率先的做指紋的跡象 那台北股市跌就沒道理 那昨天再給大家證據 一樣是金牙股帶領了整個科技股 向上拉抬 拉尾盤 對 沒錯 我跟大家報告過對不對 其實這五大金牙股的部分來講 其實就是NASDA裡面的一個部分 其實它只要可以震盪反彈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們底部真的都上來了 對 其實我跟大家說 資金角度又重回股市的話 其實它會選擇相對安全的股票 就是說像蘋果 它有很多的現金流 本益比相對上也沒那麼高 那亞馬遜股價跌幅比較 就是說我還是會選擇這一線 那首先講到這一線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講 台股真的要止跌反彈 就是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這一些 它一定要上來 假如上來 台股的部分說真的沒問題 那只要 其實它可以陸續的震盪走高 就這個地方 只要它真的不要再破底 我覺得基本上不至於會破底 就是應該會震盪走高 那假如是這樣 台股的速度 漲的速度會更加 更加的一個更快 但這邊又想問了 如果說這個尖牙股 股價沒有破底反彈 是因為說技術線的這個反彈 還是說本身的基本面跟體質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以度過這一波股市波動呢 對 沒錯 其實這個在之前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一次來講的話 其實不太像是所謂的 信貸的一個風暴 這是大摩的一個報告等等 2000的網路泡沫會指的是08年 因為它有較少的信貸泡沫 資產負貸表也強進好等等這些 那其實今天媒體你有沒有看到 它也寫全球的企業的負債 它是下滑的 那近一年來講的話 全球淨負債來講的話 是減少了近2% 那預估今年來講的話 也會再持續的減少 就是在負債的部分 所以其實它也驗證了一件事 其實經過了這幾年 有一些的高科系股的部分 確實獲利真的不錯 所以它的體質也滿健全的 就像銀行的部分來講 美國的銀行在前一兩週 不是壓力測試 大部分也都通過 可以高配它的一個股力的 調高它的一個股力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除非你認為 真的會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當然大家都擔心 未來的一個景氣出現 大幅的衰退 不過我覺得 以目前這一些的狀況來看的話 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這個地方 是比較傾向於中期的一個底部的 好 那剛才看到 美國股市人那邊統計的 全球企業的負債有下滑 那台灣方面的體質呢 是不是其實也沒有什麼 太過於擔心的地方 對 你看一下 台灣的企業的負債來講 年減25.1%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大家的資產負債表的 有點少 對啊 就是資產的負債表 是不是越來越好 所以那企業最終有 三分之二都有 淨現金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 應該比較傾向於 是庫存的一個調整 不是於說 在未來真的會產生 經濟的一個大衰退的一個現象的 因為這些企業 其實說真的都還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從台北股市來觀察 今天有一個現象 就是早盤開小高之後往下低 我想很多的空軍 這個時候又跑去放空 不少弱勢的個股 但今天有一個驚天的大逆轉 好多被投信調節的弱勢股 在盤中都90度的向上來急拉 這是因為說跌過了嗎 還是說其實空軍有一點點氣焰 被多軍給殲滅的跡象 對 我想當然最近的空軍的氣焰 真的是滿強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股票就是這樣 當真的太恐慌 太悲觀 跌得太快 它也會出現的 像樣的一個反彈的走勢 那我們看一下美國的部分 其實它六月放空的部分來講 只增加200億 五月份是增加610億的水準 所以放空減少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人開始陸續覺得 有可能是一個底部的一個現象 對不對 六月比五月還少 對 六月份其實也跌一段 我相信在現在進度期間 應該空單會更少 所以我的意思說 假如你到現在 你才積極的想要去放空的人 我覺得先不要 因為美股的部分來講 這些大咖的做法似乎看起來 已經稍微沒有那麼的 一個偏空的一個部分 好 台股的部分 當然借券放空比較多的 像群狀連電 昨天群狀有的 已經開始拉了 今天來講的話 也還相對上OK 另外的就換到聯電這種股票 也開始上來了對不對 那陽明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狀況 就所謂借券 外資借券很多的 其實我跟他說 這種股票應該都會上去 為什麼 除了基本面之外 我的意思說 籌碼面的部分 當盤勢穩了 我跟老婆外資也會怕 外資也是人 當你盤真的 嘎上去的時候 你借券那麼多 它會回補 它會快速的一個回補 所以這個也會讓它 有增強它的一個 反彈的一個力道的 好 那台北股說 除了這個 借券的壓力後續 有因為這個台股反彈 外資或者是投信 有回補的這個壓力存在 讓指數向上推高之外 我們的基本面方面 好多的公司 公佈了6月份營收 都創下新高 前幾天沒反應 今天團一好 全部都反應了 對 沒錯 我想股票來講 真的這一些 是到昨天來講 公佈6月份營收 創新高的一個個股 其實說真的也滿多的 那我們針對幾檔個股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跟盤面上的一個變化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好 那你來看一下 6月份營收大力光 對不對 大力光今天的股價來講 出現了漲停板的一個走勢 那其實 這個你就要先 回到我們昨天講的面板 面板是壞了一大段之後 開始 所以股價開始進入打底的一個情形 那昨天表現不錯 今天算相對上來講也OK好 另外一個 那個面板是 這一陣子也被看滿衰的 那大力光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被看滿衰的 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這個目標價就好了 大概最高的目標 從最低的大概這個 1400到1800 那你看一下 今天3008的大力光收到 1880 1880 是不是把那些都打臉 對不對 所以我來說 外資的報告 你真的有時候要 不要太認真 就是要認真看 可是你不要太相信 要看它的一個內容的部分 好 那其實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大力光跟 面板跟大力光告訴我們一件事 尤其大力光 對 股價真的跌太多 對 基本面真的有可能會好轉的 股價是不是都會先反應 對不對 它是不是它的底部 是在這個 難道它有破底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早 有人早知道 不要說早知道 是有人預期 因為進入蘋果的拉貨 所以它的六月營收會更好 七月營收會更好 八月 九月應該都會更好 所以你看它的股價 漸低一點之後就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股價都是在反映未來 你不要看到現在股價 已經跌了一段不好 股價不好 然後看到利空 有些利空動畫 真的會嘎上去 所以我覺得 不要看新聞去做股票的 好 那另外一個聯電 營收連續九個月創高 最近股價 一度跌破了四十塊錢 今天有一點點起風反攻的味道 老師 它的這個表現 你怎麼觀察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股票 其實會上去 你看一下九月的營收 它在六月的營收 連九個月創新 當然你會講預期未來 是大家會怕 重點 股價從七十幾塊 跌得到三十幾塊 你覺得沒反應嗎 另外一個 其實我覺得有些報告就這樣 有些像某頭顧 昨天目標價三十塊 對 我覺得你可以晚一點發 你可以等到它反彈之後再發 你幹嘛再 尤其像這種 你都會覺得市場真的很恐慌 你知道嗎 等不及了 想要趕快發 你知道嗎 一發 結果今天被打臉 你說這種 不用這樣子 你不要入井下石 因為畢竟 你看它的EPS來講的話 它預估今年是6.24 明年3.66好了 那會不會明年3.66 這個不知道 那重點來了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不管DUV等等這一些 有可能會禁止售大陸 不管 我們先不要管這件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是重點來了 其實一樣的事情 其實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或者忘了 其實在這一些晶圓代工的 設備的部分 很多的設備 其實都delay 對 因為缺工 因為缺料 所以其實 可能供過於求的情況 不會這麼快出現 不會這麼快 其實這個你之前也都知道 可是因為股價跌翻了 你都忘了 你只記得全部都是利空 你知道好像空空空 到時候 我覺得也不要那麼空 其實這種股票 說真的 還是有它的一個價值存在的 好 怎麼樣的 這個環球金跟中美金 這兩家公司 其實六月份的營收 都寫下新高 外資也開始暢旺 股價也跌了一大段 過度反應了 有沒有機會 慢慢的穩步向上呢 對 我覺得 當然台積電帶起來之後 其實聯電 聯巴科 IC設計等等 然後另外一塊 就是在半導體 細菌源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六月營收寫三高 結果股價 大概腰斬 對 你不覺得 當然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股價不能用 過去的基本面 用未來 可是未來肯定也不錯 因為它有長約 所以當你股價 真的跌一段的時候 它縱使 我們不是說它要過高 創新高 而是說它縱使來講 未來展望 真的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差 它還是會還它公道 會有往上攻堅的一個機會的 好的 這邊 從這個大力光 聯電跟這個 細菁源族群老師告訴大家 股價其實這一大段以來 都已經回檔得滿深的 但有一些族群 它未來展望 是有機會慢慢的改善 變好的 當股價過度反應之後 大家不妨可以冷靜一下 審視一下基本面的變化 如果說之後盤勢穩了 做一些少量的佈局 可能是有機會來獲利的 如果順對操作 剛才照顧老師所講的 個股或族群任何問題 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照顧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 把你的問題跟老師來請教 還要討論了 光好聊一下 我們繼續追蹤 這個電子大軍破底番的議題 大家真的都很激動 但是今天全數的起航大漲了之後 還是要思考一下 哪一些反彈是可以等一大段的時間 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報酬演出 但哪一些個股你反彈 可能要站在調節的一方 國安懷請問惟群老師囉 休息一下鎖定武器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武器股市同學會 這張圖真的是展現電子大軍們 股民們的心情 法國大革命 連電台機電 IC設計們 連永連發哥今天都群起的兄弟們上 現在就這樣問囉 今天全部遍地開花都漲 但是要問惟群老師囉 哪一些個股反彈要出 哪一些個股可以報得比較久呢 我們先看一下六月營收 穩健的基優生 網通族群 營收好 股價也給予掌聲 包含了智邦 中壘跟智義 這個六月營收不是創下新高 就是創下歷史次高 今天股價表現都很不錯 那聯電剛才講到 營收連九個月創高 多頭忍不住啦 今晚外資狂賣103萬張 那今天股價就是反攻給您看 那聯永部分我就想問 老師你一直提醒大家 去年開始就說 驅動IC要稍微的避開 結果聯永公布了 真的是財報的地雷 第二季猜測並沒有辦法達標 六月營收月減25% 年減29% 感覺驅動IC最好的時光 就在去年已經過去了 市首百億大關 下探17個月來低點 凸顯驅動IC市況比預期更加的嚴峻 外資賣這個今年以來 跌了將近有50% 但今天聯永廟的事已經不跌了 老師我想問囉 今天的IC設計股呢 幾乎都是全面的膨脹 但是哪一些個股 你認為球馬面基本面沒有問題 有機會呢 直跌反彈向上 但哪一些個股 彈上去之後 可能還是要小心微妙 最好呢反彈要做減碼 好的 我想還是要看它的產品 那就像說去年 我一直提醒各位的驅動IC 因為畢竟驅動IC是便宜的IC 去年因為產能不足 它從一片2000塊美金 漲到8000塊美金 那就是不對了 對 所以你看它為什麼說 它六月營收就不好 因為價格當下來了 就像說需求還沒有說 當得很厲害 但是價格先當了 所以這邊驅動IC也好 這邊就是趁著反彈 你要做一些價差 那甚至你說像MOSFIT 像MCU這些也都是一樣 價格又大 對 就像大陸去年一直囤貨 這些小IC就是去年 像德宜說我換代理商了 我自己要賣 所以大陸都漲了幾十倍也有 但是你看今年慢慢 價格也當下來 所以這時候 每個IC設計股 它的一個產業不同 那昨天我也特別提到 我說這個盤真的跌太誇張了 不要賣了 那當然你說今天反彈 真的是應該的 因為畢竟我們看 是應該要賣的嗎 應該要反彈對不對 你說利空最多的 連有 對 利空不跌了 好 等一下 最先基本面老師 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先從聯發科來問 今年跌了50% 第一季賺了21塊錢 老師有說一年賺個 大概六七十塊 是正常的啦 配携配得很大方 那今天股價總算直穩了 但是老師你認為這個聯發科的反彈 主要是給大盤信心 還是說真的有一點點落底 然後直穩向上的味道 第一個以本益比來說它是便宜的 第二個它是互盤的一個指標 當然 聯發科 台積電 聯電 對不對 大力光 這些一定是互盤的指標 所以政府基金一定會互 甚至投信也不太敢賣 所以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技術面好了 你看聯發科 最近投信一直亂扛股票 但是投信竟然沒賣 對不對 你看投信沒有賣 它就是要互盤 就是要互盤 對 我這是以周線來看 如果說以技術面來看 周線這邊的大量 就是那個黑K的高點 868這邊就是一個壓力了 你說聯發科 未來Wi-Fi量OK的 但是中國的手機的紅利 可能會慢慢的減少 因為高通有可能把單 下單 晶片 投片 轉給台積電 過去聯發科 就是因為高通 出貨比較不順 甚至中國的去美化 所以才從270幾 漲到1200 對 那時候我也對聯發科 會有一點疑慮 因為就是它受惠於 中國去美化 但是終究高通的競爭力 還是很強 所以這時候說聯發科 我會認為 第一個它是互盤的指標 你一個中線來看 先有沒有辦法站上這 長黑K的低檔區 先直穩 先直穩 對 那再來長線來說 你可不可以站上868這個位置 所以這邊 你可以做一些短線的架差 我覺得可以做 因為畢竟它是政府 互盤的標的 對 甚至我們來看 極短線的五分線 對 老師常常教大家 有些極短線操作的方法 對 尤其它互盤 對啊 然後你看這幾天 大盤真的殺得很誇張 聯發科也前天也殺破底 但是MACD五分線背離 有沒有 背離開始這邊597吧 今天交叉向上 一早交叉向上 可以做一些短多 610 交叉向上 對 到635這邊 對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架差 我說其實像這種 大型的全職股 尤其台積電跌那麼深了 聯發科跌那麼深了 聯電跌那麼深了 當然這個五分線的一個 極短線的價差 你就可以掌握 把你的持股成本降低 另外老師 剛剛在表格裡面 有看到一檔個股 一樣是公布六月營收 是這個2379的瑞育 這一波以來 也是跌了48% 整個公布六月營收 是越減 但是年增2% 跟其他的IC設計 比起來它的衰退幅度 並沒有這麼的重 還算是相對穩健 從股價來觀察 老師有什麼地方 可以來提醒呢 好的 我想瑞育來說 它就是穩穩的 它在網通的晶片是 滿有領導性的 它近期也慢慢開始 切入了車用 我想車用絕對是 電子業一大塊最大的藍海 你說消費PC手機不好沒關係 但是車用 這需求也是很大 當然你說瑞育也跌到 說真的本一筆也差不多10倍左右 今年預估應該有賺40塊 你說昨天達到300多塊 真的是太便宜了 所以你看到最近其實投信在賣 但是反而外資在買瑞育 這幾天是外資在買瑞育 如果說技術面來說 它如果技術指標能夠MACD上來 是有點周KD 周MACD的背禮 這會比較凶 所以對瑞育來講 我會看的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本益比低 再來網通它就是一個 它算強勢 它有網通的色彩 對 再來車用的部分 你看網通的晶片 網通族群都很強 對啊 這到底講瑞育不差吧 對 尤其現在金顏代工 如果產能比較鬆一點 他們反而呢 這晶片的一個下單量可以增加 對 所以反而瑞育會比較 長線是可以期待的 好 那最弱的虛東IC 其實之前都提醒大家 去年要避開 但今天靠指標股 連有 猜測沒有打標 但它股價不跌了 它是因為跟隨大盤的強勢而不跌 還是說呢 後面大家還是有一些 要留意注意的提防的 一些基本面的疑慮 不過老師今天推出了一個 驅動IC的事況 要告訴大家 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對不對 就是TDDI啦 你說TFT的 當然一定是盪得很厲害 但是偶類的部分還不錯啦 所以這邊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它有偶類稱盤 還有車用的稱盤 就像面板一樣 你說友達群莊 這個面板價格也是盪 然後甚至採經第一劑虧損了 對 但是股價也不跌了 為什麼 他們其實有轉到車用 或者說醫療的運用 對不對 所以這邊來說我們就看 以聯用來說 當然它算是領先的業者 它的IC的一個產量也多 所以它產能的調配會比較好 但是你說如果說車用 其實奇景光電做的最多 比較多 對 奇景做最多 在美國掛牌的 對 在美國掛牌 那我們就是看OLA的DDI 對 所以這邊它在TDDI一定會下修 當然 所以你看到六月營收就開始下修 但是未來你要看OLA的DDI 看有沒有切入這一塊的營收 占比變多 對 還有車用的部分 是 還有Mini LED的部分 好 接下來觀察 短線上沒有那麼快 因為去年畢竟這個價格漲太多了 你看去年 我記得有一天 我還特別把毛利率的變化拿出來講 那時候本來從十幾%的毛利率 增加到五十幾%毛利率 對不對 變得跟聯發科一樣的獲利 就是價格漲太多了 對 那個不合理 但是現實因為跌升 那跌升它一定會做反彈 那反正最近投信也是在互盤 我覺得反正投信沒砍零油 那應該也是互盤的動作 那骨架跌升了 然後最近有量當然有機會 但是反彈上來 我們就先看月線 上面層層賣壓 對 因為上面的套 業績又沒跟上 當然還有業績的因素 所以這邊你還是要做一些價儲 好 那另外那下一檔個股是創圍 創圍是領先公佈的月營收 表現是沒有外界預期那麼好 它嵌入了這高速傳輸相關的應遊 那老師創圍的今天也是漲 但是它的漲幅就比較落後 是否有一點點 大家覺得對它未來前景有一些 沒有信心呢 其實未來前景是不錯 對啊 但是投信吵太兇了 就是投信的錯 對 你看投信 賣好多 對 籌碼問題 這三個月賣了一萬七千張 前陣子吵翻天 嘎空 跟智妍一樣 對 亂吵 對 有時候投信就這樣亂吵 嘎完空之後 你看殺多殺成這樣 對 從330跌到多少 跌到120 好可怕 330跌到120 剩下三成 真的有夠誇張我覺得 但是未來你說Type-C 這一定是未來的一個主流 蘋果要用Type-C 它現在就籌碼弱 對 快充 那你說投信賣完 當然短線上它可能 比較不可能說馬上回來買 那至少不要再殺了吧 對 就是至少不要殺 就讓它在那邊沉澱一下 好 對 下一檔各國師老師很看好 台積電子公司創意 是 我想台積電一定不會差 很厲害耶 六月營收月成長年成長 對 那你說創意前陣子我們講也漲到600塊 那這陣子也很強 我說這邊的大量其實這是一個支撐點 那今天也是往上作拉 所以它是一個台積電的指標類股 那當然你說高階的晶片 AI的晶片或者高階的封測 甚至昨天被錯殺的精彩也是一樣 對 你看投信有時候 其實投信昨天沒賣精彩 不知道是誰殺的 反而滿有趣 對 就是有時候市場的信心 對… 那這邊來說如果創意 我覺得這邊再收上去再突破這高點 畢竟營收有不錯的啦 對 對IC設計來說這個帶動的信心 觀察它 對 好 那網通族群來看一下 這六月營收陸續公布表現得非常好 智邦爭壘之意 營收都年增百分之二十幾到五十幾 尤其最強的是2C9的重期 營收暴增年增百分之九十六 網通族群的強 但是因為缺料緩解帶動出貨成長的力多 那這一大塊族群 在大盤弱的時候它穩住 強的時候它強攻 你怎麼看第三季依然是網通的局嗎 好的 我想就是去年不好 所以你看今年 去年沒什麼漲 對 去年切料 那今年的你看 不切料了營收就大增了 那你說5G的建設 甚至敵軌衛星也是不錯嘛 所以它就跟生計跟風電一樣 我覺得說去年沒什麼漲到了 那這一波有機會走一個長多 所以營收真的拿出來大爆發 對 那我們看指標股 智邦 其實也有跌下來但是沒破底了 沒破底 那這個下降的壓力現在還沒有辦法突破 但是MACD慢慢的由低檔開始起來 這邊算是一個比較低水位的位置 這邊就可以留意 那當然大家看中壘算是比較強的 對 姿態比較高 對 基本面也不錯啦 那當然前陣子也是洗刷刷 但是頭性都沒賣 滿有趣的 竟然頭性都沒賣嘛 那也代表是它有機會突破前波的高點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觀察 這個MACD有沒有機會 高檔再交拉向上 那如果籌碼面再搭配軋空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波比較強的走勢 好 那下一檔個股是2314台陽 對 那這就比較有趣嘛 劉昂偉說他要做低軌衛星嘛 對 要發射第一顆 對 要發射第一顆 那以鴻海集團在說他成本很便宜 才幾萬塊而已喔 那大家都期待了 那台陽去年漲一波是那個 Open RAM 對 那時候四十幾塊漲到96 但是業績是還沒起來啦 對啊 但是來說其實有機會啦 既然說鴻海集團要做 我覺得這部分又回到去年起漲區 那也是大量起漲的位置 這邊算是比較便宜 有一點題材的公司 好喔 以上是 委群老師建政隊的IC設計 有人強有人弱 要分清楚未來基本面 做不同方式的操作之外 網通族群老師相對的看好 指標股包含了去年 都沒有漲到的中壘跟智藝 智邦表現最近搶眼 那很可能洪家軍的台陽 搭配洪家軍帝國衛星的題材 後面有機會來發動 如果說你對操作剛才 我們委群老師講的 個股或族群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委群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 下面的QR Code 跟委群老師加個朋友 老師盤前還是有一些 熱門指標股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對不對 有 在LINE裡面 都會跟大家來做分享 大家可以跟委群老師來詢問 廣告回來聊一下 台北股市真的跌夠了嗎 昨天鄧老師 用這個融資減肥幅度 跟大盤跌幅來做一個比較 告訴大家 短線上面真的要止跌了 國安基金到底今天有沒有進場 不知道 但技術現行上面 我們出現了強勁的反彈 尤其護國神山群穩了 這個穩是真的穩 還是假的穩呢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鎖定 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現在多空大對局 我們看一下多方代表 是我們的國家隊 國安基金什麼時候進場呢 傳出本來預計下個禮拜一 才要開這個例行會議 但是媒體獨家報導說 如果台股繼續跌的話 不排除今天提前開會 消息一出來的話 台北股市十點鐘之前 向上急拉 漲了300點 但是還是有人擔心 這個台股老先決渡金融大師說 最近台股會漲會反彈 因為融資斷頭 但是反彈之後很關鍵 要守住13031到12682 不然沒手往會跌到 總統大選為止 那不就還有得跌嗎 好擔心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近台股或美股 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美股最近沒跌了 為什麼 儘管有美元強勢 資金避險 還有經濟弱的利空 但是似乎反應完了 油價也彎頭 花旗說年底可能看65美元 好 這個美元強跟經濟弱的利空 反應完之後 通膨問題也有一點看到了解方 加上三星第二季獲利創四年 最佳半導體露出曙光 以及美國打算展開301調查 大陸半導體不好 台廠就樂啦 現在美國要求各國競賣DUV 給大陸神山群渴望受賄 因為成熟製程 如果大陸沒辦法擴產的話 有利台廠 台積 聯電 利基電 世界先進 明年成熟製程 公過於求的狀況一律 應該就此可以有一點點化解 但老師我想問 我們昨天才又在算 還有一個短線要跌到哪裡去 今天再跌破的萬事之下 本來一度覺得沒希望了 但為什麼突然在九點半鐘過後 向上急拉 而且是拉得又急又猛 是國家隊的功勞嗎 還是其實並不是呢 其實並不是 因為國家隊 我想國安基金基本上 也還沒有進場 還沒來 只是說要開會 對 有可能提前開會 那我昨天講什麼 我說如果八道航顧要互盤 一定要互台積電 聯發科 這全職股 鴻海 我們往下一張來看 好 其實早上 早上為什麼說 現在多頭總是張錡說 現在不買年底後悔 他是叫現在不買年底後悔 後來在今天早盤 我在九點多就把資料丟給東升 我說已經超跌了 美股市大只是回穩 我一早在公司開始在做圖 我說你接下來要迎接 1500點的多頭反撲 最重要是什麼 台北股市九點半左右 殺到13951 對 這個時候我圖都做好了 我認為只跌了 已經超跌了 把資料傳給小編 小編嚇一跳 鄧老師難道不會殺尾盤嗎 昨天不是殺尾盤 傷到最低嗎 嚇死人了 你九點多就把資料丟給 我說只跌了 為什麼 我一定會給各位看 好 證據 好 我昨天算了一次 這一波跌了4668點 跌了25% 融資昨天又減21億 所以早上傷到1395 我說這個應該不會再跌了 尤其我昨天看到很多財經專家 說這個台積電要看三字塔 怎麼看的呢 我心裡就想一下 同學們不要被嚇死了 因為如果你被嚇出場 砍在阿呆谷 沒有人會替你負責 你記得那些專家 在688的時候是講850 1000 對不對 最壞的看750 現在跌到433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是三字塔 我請問各位 他不是在落井下石嗎 那又有依據 我昨天怎麼講 我說你看這個 台積電聯發科昨天沒有破 台積電沒有破433 雖然大盤殺到13985對不對 他並沒有破433 他也沒有破597 沒有 洪海更不用講 洪海已經三字不破梯了 對不對 朝天溪走 今天的台積電聯發科出現什麼訊號 看清楚 這裡放大一點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點 潤硬 一紅吃三黑 真的 一紅吃掉三根黑K 來 KDD人交叉了 至少是止疊訊號 你在看聯發科 2454聯發科 2454聯發科 597沒破看 一紅也吃三黑 一紅吃三黑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早上 我也不知道會拉300點 但是我看到13951 再看到我早上做的資料就夠了 好 我說為什麼會有1500點 中期回檔跌了4668點 反彈三分之一是1550點 至少 就是最少反彈三分之一 那反彈三分之一是大反未來到年底 為什麼我講這句話 現在做多年底豐收 現在做多年底豐收 因為你要迎接是1550點的 反彈是到15500 15500 你現在一定要做多不能放空 你說18000 17000放空可以 現在叫你放空的人真的是 口袋空空 哪有空空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往下看 好 我一定要破除一些空投的迷失 不然同學們你會被嚇死 被嚇死 來 各位看這個叫刀仲石 刀仲石 這個18230就是8523 台股8523相對位置 他這樣一路漲了 18739 漲了103% 來到了36952 然後你看他拉回到2963 他早就落底了 他已經三週前就落底了 三週前刀仲子落底 跌幾% 跌19.75% 如果用這個來算 算他整個中期回檔回多少 回38.95% 我昨天告訴同學們說 正常的中期回檔 三分之一到0.5之間 可是通常會出現在 0.382跟0.5之間 對 不會到0.5 0.5是已經最好的防守 就是13571 對 但是不見得未來 他回了38.95% 是符合我講的 0.382附近 好 來 注意看來 刀仲石的周K 這是周線 周K 周K交叉 黃金交叉 也就是說今天 明天 每股不漲不跌 他周K也是交叉 那萬一漲呢 那就更加確定 好 你說看一個不準 來 往下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P500 S&P500 你看 一樣 從8523對上來 他這樣漲了120% 漲到4818 然後拉回多少 24.53% 跟大盤是不是很像 加起來是跌24%左右 然後你看 他回多少 來 看這裡 回這麼多 44.99 對 我們回46% 來 看清楚 K 跌跌交叉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這個是科技股的納斯達克 現在為什麼空頭會一直嚇你 因為他說 納斯達克跟肺磅 都跌超過 你看 跌超過50% 那如果台股要往下跌 所以他開始嚇你 他覺得他跟這個跌不差不多 好 那看清楚 他跟我們8523 相對的位置他是漲144% 他這一段回檔回34.8% 對吧 你會說台股是不是還有10% 因為台股才會24%對不對 重點再來人家漲144% 他漲得比較多 對 好 來看這裡 K 跌跌交叉往上 周K 周K 周K是未來幾周方向 好 來 往下看 現在最多人現在也說 因為台股跟肺磅最像 對 因為我們台積電 好像啊 來 注意看 他漲多少 230% 這麼多 所以他回這樣 合理 合理吧 這一段他回41% 因為他這裡漲230% 我們漲118% 對 所以來 你看這裡 現在台股跟他最像就是這裡 他周K 跌還沒交叉 可是我這裡畫個箭頭 是什麼意思 他只要一交叉就是配離 連他都可以配離 好 我們往下看台股來 好 台股狀況呢 台股你看他漲118% 從8523到這個高點 18619 落後納指落後肺磅 都落後 對 肺磅長230% 好 來 所以他這一波這裡跌25% 我早上一算到13951 我就徒坐了 馬上傳 不用擔心沙尾盤 不會跌了 為什麼 我們跌46% 對 然後你看這裡 融資減了32.8% 對 所以我說這個盤是低點 很有可能今年下半年 你看不到這個地點 3951 我覺得 如果從這個 4668反彈361千5百點 你有什麼道理去看空 這裡看空是不對的 對 所以一定要讓同學們 去破除這個空投迷失 因為有人說老師 非半看起來跌幅 我們台股好像跌不夠對不對 可是你再往上一頁看 好 我就破除空投迷失 因為它漲很多 它超漲 跌也會超跌 它漲230% 對 我們不能跟它一樣 對 所以我們往下看 所以大家安心了吧 安心安心 台肌店 聯發科 還出現一紅吃三黑 是 也就是說 來 我昨天跟明君講 這個數字要注意 14237 今天過了沒 過了 你作夢都想不到 居然過了 對 那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早上見到13951的低點 是什麼意思 然後收在14237之上代表什麼 下影線有286點 它是不是過了 這個禮拜一的高點 開盤價 對 本週開盤價 你看一下週K 來 看週K 好 我們看一下 整個家全的週K 它把它放大 同學們 這昨天說本週收一定要贏過 這個本週一的開盤價 開盤價14237 今天收14336 那不管 下影線就已經有286點了 已經符合我 昨天告訴你 8523止跌就有出現 對 一個287點的 然後這一週最了 700多點的下影線 至少要有這個 是 有了 也就是說 明天台股收週線 不要漲 不要跌 就維持這樣就好 贏定了 下週一定上去 放空了一定被咬 好 鄧老師 給台股的股民們信心 目前美國股市 已經看到直跌跡象了 台北股市 老師從漲跌幅的 相較的這個係數來觀察 發現台北股市 已經有落底的訊號了 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不跌了 下週哪一些之前不錯的 3D概念股有機會跟上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Q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相關的訊息都可以來請教老師 老師我們追蹤好幾天的3D股 昨天也是被打下來 今天全部又還他公道 來 各位你看 今天的胡蓮如何 今天有一些 就是說同學會的 始終的粉絲說 老師你前天講 胡蓮看到125就買 這句話大家都可以看 上YouTube去掉袋子 我真的講這句話 你看胡蓮 今天說141 兩天前還有125 昨天也有125 昨天在殺的時候也有125 我說125看到就閉著眼睛買了 這個就是被挫殺 對 而且這個就是法輪一直買的股票 我說中國大陸汽車廂 最受惠就是胡蓮 昨天我還講什麼 地保 說剎姐來 6605 說剎姐來跟地保 我還用5月30號告訴你 5月30號這樣跌下來那一天 大盤多跌了多少錢 跌了2000點 抱歉 他只回到起漲點 68塊2 結果今天多少了 72塊 72塊 還低於淨值 你看8050廣機 8050的廣機 昨天被打得很慘 來 今天不是 可是頭信還在買 準備要創高了 還有8234的建漢 8234 8234 新漢 新漢 8234 新漢 8234 新漢 8234來得及嗎 這些主流 你看 都準備創高了 明天收收收K 很有可能創高了 這就是主流 我說主流會在這裡 公控跟3D的車用 對 這是有數字有重新修正的 同學們可以做做功課 大家用手機拍照之外 也可以跟老師加個朋友 來做過功課 多頭的反應